大家好,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。 住宪部部长霓虹在两会期间说了一番话, 翻说话使得有很多人感到心寒。 为什么?因为他说,对于严重资不抵债, 失去经营能力的房地产企业能破产的就破产, 要重组的就重组,要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。 这是一句狠话,那是否意味着中共任由这些企业完蛋? 昨天传出了中共要救万克,但是大家别忘了万克的背景。 如果没有中共的直接关照,那些房地产企业全部都会危在旦夕。 现在中共已经表明,大部分的房地产业他们都不会救, 他们只会救国企,民企他们一家都不会留下。 当然,对于像恒大和碧桂园等房企, 他们最害怕的就是那些烂尾楼会造成社会不稳。 除了社会不稳以外,基本上中共没有任何事情会害怕。 你要破产是你的事,关我什么事? 这当然对经济造成了很大的震撼。 他一句话轻描淡写,该破产的就破产, 该清盘的就清盘,该重组的就重组。 但是,做起来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? 大陆的地产经济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大的泡沫? 其实,主要是要怪罪于温家宝。 如果是在追溯的远一点,那就是美国佬,不是温家宝。 因为在2008年,由于美国的次暗危机爆发了房地产泡沫。 房地产倒了之后,雷曼也跟着倒。 因为雷曼当时把这些房地产的不良资产包装成债券, 而且还当成优质债券,拿到市场去卖。 当然不只是雷曼,所有人都是这么做。 而雷曼就是伤得最重的那个。 当时美国政府决定不救雷曼,结果一爆雷就大事不妙。 美国出现了金融海啸,席选全球。 实际上当时只需要4000多亿。 当时美国如果出手就雷曼,根本就不会爆发得这么严重。 那之后发生了什么事? 之后就是中国要启动4万亿救市。 因为害怕金融海啸的浪头打到自己头上。 所以中国就实行放大水。 你海啸冲到我身上,我也放水冲回到你身上。 结果这4万亿实际上不止4万亿。 温家宝提出4万亿救市。 结果出现全国疯狂借贷。 大量的资金涌进市场。 就是说市场有无限的资金。 用来追逐有限的地产。 都知道建一栋楼,建一个无怨。 建一个小区。 建设一个城市是需要时间的。 不可能说见就见。 但是资金只要一眨眼。 开个会就有几万亿出来了。 结果搞得满大街都是钱。 马上就使得所有人都疯狂入市。 乡党的楼市也疯狂急涨。 炒铺。 炒房。 炒写字楼。 炒车位。 什么都炒。 连厂房和地皮都有人炒。 原因就是资金太多了。 而且利息也处于零水平。 当时全世界开始减息。 美国减。 欧洲减。 日本从来没有利息。 中国也减。 然后狂印钞票。 当市场上的货币供应到处充斥的时候。 他们就会找房地产来购买。 因为房地产怎么样也会有点回报。 香港也是一样。 你存在银行没有利息。 所以所有人都会去买房。 整个效应就是这么来的。 泡沫就是这样形成的。 而中国人由于特别贪婪。 原因是他们觉得有爷爷罩着。 有共产党在。 市场肯定不会倒。 所以所有人都在疯狂买房。 一个家族里面。 两夫妻每个月赚一万多。 但是他们敢去买三百万的房。 每个月要供八九千。 那他们的首付从哪里来? 没有。 是找亲戚朋友借的。 借了八十万首付。 然后再去找私人贷款。 实际上就是借高利贷。 借亲戚朋友。 借高利贷。 全部借出来做首付。 然后再跟银行借七成的案件。 就是说三百万其实全部都是借回来的。 他们一个月赚一万多。 那你说是不是一百倍杠杆? 实际上是三百倍杠杆才对。 三百倍杠杆。 市场上涨它就赚钱。 市场不涨就惨了。 当时所有人都是用去杠杆这种方法拼了命去买。 市场一直推上去。 越涨越红。 人们就产生了一种财富效应。 这也是中国的地产泡沫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大的原因。 欢迎听众们。 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,聚焦一款备数矩目的VPN Surfshark。 在众多VPN中, Surfshark以起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。 但真正的问题是,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? 现在,让我们谈谈功能。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。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,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,同时保持高速连接。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?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连接无限数量的设备。 不需要多个订阅,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。 安全至关重要。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,几乎无法破解。 而且最重要的是,严格的无日之政策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。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?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,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,仅有5%的速度下降。 它是您快速下载,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。 恒大也是一样。 你升了300倍杠杆,它开一个项目,卖了之后套现,它不会立即付款。 为什么? 第一,不还给野行。 第二,不还给供应商。 总之全部都不给钱。 对经济的用金也是照样托。 之后又把收回来的资金再拿去买另一块地。 然后再用那块地去借钱,再托付账去盖房子。 结果越借数目越大。 当你的项目越来越大的时候,银行自然就愿意借钱给你。 你做得这么大,我当然会借。 所有人都抢着借钱给他。 当然,他也不会连续几年都不给钱。 三年前的楼盘现在给你。 但是我下面的几个楼盘又要找你帮忙了。 人们为了做生意,都愿意对他赦账,都愿意让他托。 原因就是你想要做多一点生意。 因为像恒大这种大客户不能得罪。 因为他实在是做得太大,结果就被他托账。 这样数目就越托越大,一直托到了上万亿。 现在问题就是,驻监部长霓虹的一句话轻描淡写。 说得轻轻松松,该破产的破产,该重组的重组。 那怎么搞?怎么样该破产的破产? 破产之后怎么办? 很多人马上会有很多疑问。 说就容易。 供了房的人怎么办? 怎么解决? 破产就能完事吗? 企业是可以破产,但是私人不能破产。 还有那些工程公司怎么办? 接盘侠是谁? 房子怎么办? 银行贷款怎么办? 没有任何解决方案。 只会用嘴说。 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全部都是只靠用嘴说。 那怎样解决? 谁不知道你老妈是女人? 当然也有人说,一个房地产企业破产,背后除了有他们自己的员工之外,还有成千上万贷款的买房的家庭,还有那些投了十万,二十万,一百万出来的上下游供应商。 现在领导金口一开,之后的债务由谁处理? 一层一层的链条整个断裂了。 谁去修复? 最关键的问题怎么办? 企业可以破产,但是私人买了房子的不能破产。 中国没有个人破产保护法。 那怎么办? 那就是要老百姓去死,要把老百姓送上断头台。 是不是这样? 现在的问题是你让企业破产。 那烂尾楼怎么办? 他们欠下的债务怎么办? 楼市也是一样。 销售跟不上。 价格自然会往下掉。 然后下一步就是投资到他们身上的保险公司。 还有养老金、银行、房地产企业上面的基金会全部完蛋。 会灰飞烟灭。 所以他们在说这些话之前根本没有经过大脑思考。 光会用嘴巴来说。 这种风凉话是个人都会讲。 问题是怎么做? 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? 什么是该破产就破产? 该重组就重组。 什么叫做该? 怎样重组? 怎样破产? 你有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案? 没有。 共产党只会说一句话定调。 管你是死死活。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。 我一直都在说。 之后大陆一定会加速。 今年一定会加速。 因为他们已经毫无办法。 习近平这帮人全部都是工农兵出身。 他们认识的中文字不会超过八百个。 很多字都不懂。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理解什么是债务。 什么是金融。 什么是房地产。 什么是自由经济。 他们完全懂。 你可以试试去考考他们。 八百个字他未必全部懂得读。 所以现在最大问题就是他们现在一句话。 不管了。 你死了是你的事。 可想而知风高浪急会达到什么程度。 大家可以慢慢咀嚼一下那句说话的意思。 就是自己的娃自己抱。 我不管。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。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。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。 Tatrion。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。 帮我们欣赏广告。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。 与我们互动。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。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